他在那边给达达拉尼亚就是书辫子 给他装饰 给他带花 擦花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也听了 傻得过地过比 那么多那么多的牧牛姑娘都在那里 他没办法能够控制Krishnan 但是达达拉尼亚他就能够呢 很容易地把Krishnan控制 那是什么 达达拉尼的梦 他吃醋了 不理他了 生气了 那这个绳子啊 可以把Krishnan很好的绑住 那么Krishnan看达达拉尼又不开心 他就不知所测 所以这些都是属于那超然的那些文学里面就写的东西 所以说最好的红线者是牧牛姑娘 那么最好的牧牛姑娘是拉达拉尼亚是最好的 Krishnan他会败到在拉达拉尼莲花族前 也会败到他的族前 拉达拉尼其实他没有骄傲 他的爱是很纯洁的 所以他才能够控制到Krishnan 他那个爱是太纯洁的 所以Krishnan没有办法 所以Krishnan没有办法 顽强没办法 那谁拉达拉尼就想啦 那么牧牛姑娘他们都敢的说了 就是说已经快找到我们了 如果说可以他们看到我跟Krishnan两个的话不好看 Krishnan 后来Krishnan就走掉了 然后呢 其实实际上Krishnan也没有离开寒雅的地方 他只是在那树呢 在那些棺木树从那边呢 在偷看他们的情感 那么拉达拉尼当时Krishnan也不降了 他一下子就阴导 那种阴导情啊 这叫Prem Vichidia 这叫Prem Vichidia 他就等于是那外在的情感已经没有了 那么因为那个时候Krishnan又离开了 拉达拉尼就在一种分离的情感那边 然后呢 他就晕倒了在那里 那么后来那些慕尼姑娘也就来了 他们看到拉达一个人 Krishnan也当时离开之前 他就想如果说他们那些慕尼姑娘趕过来的时候 看到他当着跟拉达在一起的话 那么其他的慕尼姑娘肯定也是会生气啊 那要用一辈子也解释不清楚 也不能够把他们就是说安抚 所以当时他就离开他 然后呢也让那些慕尼姑娘看出 拉达拉尼的情感是多么的高 让他们去知道 所以